你们叫朕什么?皇上! 没错,他们叫朕皇上! 犯了,全犯了! 这是铁胆神侯野心彻底暴露的一天 竟然带着十大将军向郑德皇帝逼宫 要郑德皇帝让出皇位 就在半个时辰前,隐忍多年的铁胆神侯 终于等来了称帝的最佳时机 掌握全国大半兵马的十大将军 因为隐私在铁胆神侯的手上 不得不来到护龙山庄拜见铁胆神侯 平时! 谢皇上! 铁胆神侯召来十大将军的目的 就是为了他们手中的兵符 有了兵符才可以调兵遣将 因此铁胆神侯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收缴十大将军手中的兵符 在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 你会发现山西五毒中的蝎子 竟然也变成了十大将军之一 可谓是走上了人生巅峰 言归正传 铁胆神侯得到十大兵符后 准备彻底与郑德皇帝摊牌 他穿上了皇帝才能穿的龙袍 身后跟着十大将军 未经通传擅自闯入皇宫 郑德皇帝多少猜出了铁胆神侯的来意 可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与铁胆神侯客套了起来 郑德皇帝终究有皇帝的风范 没有向铁胆神侯服软 铁胆神侯也并不恼怒 郑所谓圣者为王败者为寇 他得到了十大将军的支持 登上皇位不过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若是杀了郑德皇帝 直接夺取皇位未免被人诟病 因此铁胆神侯不会杀了郑德皇帝 铁胆神侯准备登上皇位后 安排郑德皇帝前往广西桂林 那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最适合郑德皇帝养病 铁胆神侯这次特意前来通知郑德皇帝 根本不给郑德皇帝返国的机会 他让36天刚将郑德皇帝带下去 给了郑德皇帝三天的时间考虑 三天之后 他铁胆神侯就要登陵地位 与此同时 负责看守肃星的两大地煞 闲着无聊吐槽起了肃星 他们不明白为何相貌平平的肃星 能够得到铁胆神侯的亲爱 就在这时 程世飞突然出现点了两大地煞的穴道 推开房门再次见到了肃星 他想趁着铁胆神侯进入皇宫的间隙 带着肃星离开护龙山庄 肃星担心自己离开后 铁胆神侯会失去控制滥杀无辜 而他若是留下来 铁胆神侯就会想方设法哄他开心 减少不必要的杀孽 并且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能够劝动铁胆神侯 程世飞则是担心铁胆神侯已经封魔 会伤害到肃星 他不会的 就算他杀天下的人 他都不会杀我 因为我是他的梦 那么问题来了 在梦成真之后 也就是肃星当上皇后之后 铁胆神侯会杀了肃星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深思 肃星为了避免铁胆神侯发狂 要成世飞赶紧离开护龙山庄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会在门口摆一盆兰花 成世飞看到兰花之后 就让云罗郡主来找他 他会告诉云罗郡主发生了何事 为什么让郡主呢 云罗是郡主 他是千金之体 就算他来看望我 第一 神侯不会反对 第二 他的手下见到 你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肃星的说辞有理有据 成功说服了成世飞 成世飞表示皇宫 有一只夕阳望远镜 可以轻松看到 护龙山庄这边的动向 只要肃星将兰花搬出来 他就能第一时间得知消息 飞儿 你要小心呢 走吧 报警皇上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